都说美国是小孩的天堂 就在近期 国会参议院提出了一个针对儿童的提案 就实大实地应验了这个说法 这项名为美国机会账户法的提案 是由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 Cory Booker 和马赛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 Ionna Presley联合发布的 在该法案中提出 美国政府为2005年之后出生的每个美国人 至少提供1000美元的储蓄账户 直到18岁 根据测算 家庭收入最低的孩子到上大学时的账户余额 约为46000美元 两位提案发起人表示 此举主要是为了缩小美国存在的种族贫富差距 据介绍 参议员Booker和众议员Price里提出的 美国机会账户法案 将使婴儿债券联邦化 以帮助消除财富的不平等 该计划将通过提高遗产税和继承税 来获得资金经费 这将导致财富在再次分配中流向中低收入的美国家庭 立法者估计 根据该计划 收入最低的家庭的孩子 在18岁上大学时 将获得大约46000美元 这将是一笔不小的储蓄 可以帮助受益人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 根据该法案提出的分配方式 这些在低收入家庭成长的孩子 每年将获得2000美元甚至更多 这样18年下来 最终的账户存款将达到上文提到的目标数字 当然既然是消除贫富差距 那这个金额也会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减少 比如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孩子 家庭收入达到125751美元的四口之家 那在18岁时 估计只能获得1600美元 这与低收入家庭的4万多美元的补贴 确实差得非常多 再比如年收入约81575美元的四口之家里的孩子 每月有资格领取250美元 按照这个数目 到18岁时账户里的资金加上利息 可能略高于7000美元 众议员阿安娜·佩斯利说 婴儿战券是我们拥有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可以缩小种族贫富差距 打破阻碍种族在这个国家 茁壮成长的贫困和循环创伤 这里的婴儿债券 指的就是由政府设立和担保的新托基金 为弱势家庭出生的婴儿 提供长期性的财富创造帮扶 旨在缓解美国贫富差距问题 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 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 导致经济艰难复苏的背景下 美国婴儿债券计划 却从以往运量设计和学理探导阶段 转向州和地方的加速发展 国会积极跟进的实质性推进阶段 这也引发人们对婴儿债券 在联邦层面的推广前景的广泛关注 确实 Priceley表示 婴儿债券的计划 目前在美国部分地区已经获得了关注 据悉 加州 爱荷华州 特拉华州和新泽西州等州 也确实在各自的州内建立了类似的计划 Priceley补充道 这毫不奇怪 这个想法在美国各州获得了关注 黑人的生命和黑人的财富很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国会 必须毫不拖延地通过我们的法案 参议员Cornway Brooker 在2月15号一份公布该法案的声明中写道 今天的美国人比他们的父辈 更难获得房屋所有权 高等教育 和有保障的退休生活 因此他指责有利于富人的颠倒税法 同时让勉强过日子 无力进行长期投资与取得成功的美国人失望 他说 婴儿债券将通过为每个美国儿童 提供他们成人后的生活启动资金 并帮助美国家庭充分减少 因财富不平等带来的阻碍 来修复不完整的税法 并表示 我很高兴美国机会账户有潜力 为所有美国人建立经济基础的机会 同时在此过程中打破世代循环的贫困 不过我们做了这么多期节目 自然也知道 美国从法案的提出到最终写进法律 是多么漫长且艰难的一个过程 尤其是这种美国机会账户法案 涉及庞大的资金 以及众多富豪阶级的利益 能否取得共和党派的认可 完全是个未知数 虽然该法案的出发点非常值得认同 同时也是解决美国社会一大矛盾的有效手段 但是否能够最终实现全面推广 可能还要克服很多的障碍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